好,記事家就讓他圓滿 在召開記者會之前 我必須跟各位強調 今天是張森文大哥 離開我們一年 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覺得非常的難過悲痛 可是我們也感謝張森文大哥 他也召喚了司法的力量 在一月的時候 司法機關判定政府敗訴 然後我們認為 在政府敗訴的情形之下 應該針對這事後 還定國賠以及人屋重建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我們今天只是來這裡 表達希望政府依法行政的訴求 但是這個政府卻荒謬至極 一點一滴都不願回應 所以在我們記者會開始之前 我們要表達我們對張大哥的紀念跟尊敬 所以是不是請各位朋友 我們低下頭來 我們閉上眼睛一分鐘 表達追思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記者 今天来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然后今天 今天是我最近 昨天18日 就是他40周年的记录日 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就在 那个 我这边剪的那个照片 所有的照片 只有自己当时 可以看的 其他都模模糊 不能看的 我只有 这是仅有的 仅有的那个照片 这个是 金钱也是买不大的东西 今天 记者会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因为 这一年来 行政诉讼 已经 参与的一个 征收事违法的 已经败诉了 但是这一年 这中的政府官员 没有一个人 就是 出来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来解决 我一直在 请调就是说 我们抬人家一块钱 或是十块钱 或是一千块 我们都说会去坐牢 那为什么 你是一个官员 一个政府 你趁我们不在的时候 铁门关下来的时候 可以叫怪兽来 拆了我们的家 把我们的家当 全部都堵在瓦勒中 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国家 好像这个国家是变成一个 一个 因为一个 隐瞒的一个国家 我今天 也很生气 我生气 我先生为了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来到总东府前面 我们有四个 主要的诉求 第一是还地 第二是薄赔 第三是重建 第四是修法 那这边我有四点 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 苗栗县政府 跟内政部 在判决 胜诉判决出来以后 迟迟的说 没有办法归还土地 因为法院说不用还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他们说 秀村姐他们家的土地 作为道路使用 所以不能归还 客观上不能返还 可是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秀村姐的家 原本是道路吗 秀村姐的家 原本是好好的一栋房子 是苗栗县政府 在那边 随便的定都市计划 在那边腐烂的圈地 才把秀村姐的家 划为道路 现在既然 秀村姐 大普事故 已经判决胜诉了 苗栗县政府 应该负起行政责任 内政部应该负起行政责任 重新的进行都市计划 变更的工作 把秀村姐的家 秀村姐的土地 还给她 把秀村姐的家 重盖回来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所以 什么没有办法返还 这个都是借口 其实是可以返还的 不论在法律上 或是行政上 都是可以返还的 第二 既然已经判决胜诉了 表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 大普事故 因为这违法的行政行为 受到的所有损失 本来就应该要由政府 要由政府来赔偿 所以 我们也后续 也会请 张律师 依法要提起国赔的诉讼 再来 土地争招条条例 的修法 到现在 都是未尽全功 我们看到 大普事件发生了一周年 张大哥 试试了一周年 到现在 全台湾各地 还是有非常多 的征收个案 在不断地发生 今天 许多的征收支救会 也来到现场 与我们在一起 有 大海二体 有林口A7 有台湾航空船 有桃园 地下铁 有 南铁东夷支救会 这些 支救会 他们现在 都在面临水深火热 他们都在面临 金吞蚕食 的暴力破天 土地争招条条例 一天不修改 这些人民 就没有安宁的一日 所以我们严正的要求 必须重启 土地争招条条例的修法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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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这个政府说 今天 我们 最后我要跟这个政府说 今天 我们 来到这里 我们提出这个诉求 是因为 我们相信 台湾还有民主 是因为 我们相信 还可以坐下来沟通 可是 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耐性 因为我们已经整太久了 因为我们已经牺牲太多人了 所以 我们在这里 要非常严重地告诉这个政府 我们愿意沟通 请你出来面对 否则未来的路 只会注射不息 只会抗争不息 谢谢大家